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今天我们在广州 我们来去南村万国打开一家重庆火锅自聚 据说是某明星开的一家店 以前好像提到某明星开的店就意味着流量 但现在来说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贬义词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像这么一家店 它的味道究竟怎么样 但是不得不说南村万国现在建的真的好 为了房子被特殊照顾 我们所有东西都上网之后 我们才开始拍 首先他们家的话我觉得环境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服务的话我觉得稍微有点欠缺 然后你像我一个人的话 一个人是99 然后需要加一个锅底费38 但是如果像两个人来的话 就可以不用给那个锅底费 9度余 来我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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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不是团聚 不是团聚 就一个人而已 酒不如 它这个炸得有点太酥了 酥到有点像那个薯片的那种感觉 每一份的鞋子并不是这么多 这个是是实在是我的桌子放不下了 所以才四份装成一份 就真的是把鞋子当那个面条吃了 就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么些 就其实这边的话还有一大堆 黑豆 牛舌 这牛舌不太行啊 就吃起来有点像吃那个牛肉的感觉 就它本来给我说的是可以吃120分钟 但是我点完单之后 它只给我说90分钟 所以我们为了吃快一点 所以东西煮起来的话 会稍微比较好棒一点 这个叫大刀腰片 但是以我现场来看的话 顶多也就是小刀腰片 我太喜欢这个腰子那个烧的那个味道了 但是只要自己在菜市场买过腰子的 应该都知道就是早上买的腰子跟下午去买的腰子 区别会很大 那以他们这里的腰子的水准的话 我觉得就是往上去收味的那种腰子的那种口感 就没有那种早上那种 嚼起来很脆的那种感觉 懂我意思吧 小菌肝 这个小菌肝 不管从它美串的肉量上来说的话 而且从它吃起来口感上的脆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都还不错 是指着重复点的一个东西 一米牛肉 其实说白了 就是合成 这一个是他们店的特色 就是三色牛肉 就他给我说的意思就是 牛肉下锅前先脏一下那个酱 才下锅 鸡蛋 红酒 这个应该是双奶还是牛奶 居然会有人跟我一样是过来做烫店的 但是他们进来之后就会一直说什么 A08是烫店的什么是烫店的 当然也可能是我比较稍微低调一点 这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一米牛肉 就是那种合成肥牛嘛 就改了个名字好听一点 刚才那块红酒 双奶 鸡蛋 应该比鸡蛋 鸡蛋 就没有太明显的差别 放进去都是一样是窗位活活的味道 那种肉的口感 很嫩 牛蛙 就我平时不拍视频的话 我确实 牛蛙吃的特别多 就有没有跟我一样 吃牛蛙吃那个腿 我觉得还好 但是他的那个胸腔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就牛蛙那个胸部薄薄的那个膜啊 哇 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吃 这什么肉 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他随便给我的 水味正常了啊 我们还忘了我们有一个酥肉 这个小酥肉我觉得还不错 就可能会有人问 一般我在镜头下是干什么 我就得把锅底的这些东西给捞上来 处理干净 不要浪费 清理锅底的装业户 太极牛肉 就他上面加了一些什么剁椒啊 辣椒之类的东西 就吃起来的话 他那个辣椒口感我就还挺好的 看他里面的那个花椒 放得太多了 就我嚼起来的话 嚼到很多的那个花椒的那个颗粒 他这个叫霸王牛肉 他们家这么多款牛肉 吃下的话 其实口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用那个嫩肉粉去调制的 那可能说稍微区别的 就他加了一些什么辣椒啊 什么花椒啊之类的 一些不同而已 小刀腰片 黄虎 剩的最后一点东西 牛肉 毛肚 毛肚 牛肉 就我是觉得吃的倒不是特别的饱 就时间太短了 就感觉 有点来不及 这个毛肚也是 一份相当于两份 就是我的桌子太小了 放不下 就他这个毛肚的品质啊 我觉得比我预估的要稍微差了一浪一丢丢 就虽然我煮的方式稍微比较豪放一些 但他也不至于到这么软啪啪 黑豆腐 就广东我觉得很少见到这种东西 就可能是我比较少发现 黑豆腐的点 在于他的那个豆香味会更香一些 他这个三色牛肉 我确实没脏的那个酱之后 就吃起来的话 多多少少会有点 肉的腥味 就不予评价了 我觉得是82年的牛肉 就最后一点脑花了 脑花 YYDS 所以他们家的环境的话 我觉得以现在 重庆火锅店的装修来说的话 他们家算是达标的 服务的话我觉得算是一般吧 但东西的话 他的菜品 我并没有发现说 扫上啊漏上的问题 因为我是等他所有东西都上完之后 我才开始拍东西了 所以也不担心说 因为我拍的视频 所以他给我特殊的服务 但像我的话 我大概11点多不到12点就过来了 但是点了东西之后 会发现说 有些东西他已经卖完了 你如果是一点 我在点的话卖完了 那情有可理 但是12点的话 怎么会卖完呢 然后东西的出品的话 所有的东西 我说所有东西 我并没有发现一个说 我吃了之后 特别新鲜的那种东西 就以我这种经常吃重新火锅的人来说的话 他的那个东西的新鲜度 稍微有点不够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以性价比来说的话 吃自助完全没问题 OK 但是如果是单点的话 咱们只能去讨论他的东西的新鲜度 以及他锅底的味道 我觉得这两个很尽缺 他的锅底的话 我觉得吃到喉咙之后 他那个香味体现不出来 反正他们家还在做自助的话 其实是可以过来试一试 吃个饱 但是如果这家店最终是做单点的话 那我是不太建议你们来这家店吃的 诶 你好 诶 你们那个自助的话是到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这个肯定有确定 诶 我看你们有哪一个网上上面写的 是到十月就结束了 就目前还定吗 对 目前还没有定 那你们如果十一月份才想来的话 你们自己最好打个电话 请确认一下 到底来不来 诶 你们家有雪糕没 雪糕的话在 自己拿 好好好 好 886 准备 二 二 二 全 без